好家伙,咱来浅说一下鱼人巾的三视图,真的一眼望过去几乎只剩腿了。 这长度感觉和速散之魂有得一拼,所以到时候在局内的身高应该和速散差不多。 另外有些网友的评论也是挺幽默的,比如嫌弃腿太长,老是蹬被子的, 还有好奇击球手的球,能不能从身体中间的破洞穿过去的。 关于这个问题,如果按照速散的比例,那这球应该只能打到裤裆位置。 再还有比较地域笑话的,比如小说家什么时候出个性动作,拳击,虽然不知道官方会不会安排, 但,at自由的华青,一定有办法。 然后有看到网友提到三视图中的全新角色系统,这个其实就是具有人格切换的意思, 像此前哭泣小丑和教授一样,最后就是这个新角色将在下周一, 也就是23号的时候上线共演服,那技能爆料应该就在这几天了。 另外新赛季是在11月2号,也就只剩两周不到的时间, 估计明天开始就会有新赛季相关内容的爆料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,我们下期视频见,拜拜。